这个专注模式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它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种模式 包含像是工作、睡眠或是放松 那不同的专注模式能够让你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情境在手机上面客制化 不同的使用功能跟接收到的资讯 那除了工作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游戏 在设定一样我们按右上角的加号 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游戏这个选项 我们点进去 这边有一个很酷的功能 就是当你连接到摇杆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开启游戏的专注模式 我们按下一步 那这边跟刚才都一样 我们先直接跳过 这边你就会发现它多了一个选项 叫做无线控制器 然后是开启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酷的 但是其实在iPhone上面用不太到 我反而是蛮希望说 他们可以新增一个模式 就是当你使用AirPods的时候 自动去开启一些App 或是其他的模式 然后在你把AirPods收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切回到原本的模式 再来看一下其他模式 像是睡眠 睡眠里面 它会自动去连接你的就寝时间 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有讲过在时钟里面 你在设定闹钟的时候 有一个就寝时间的选项 就寝时间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自动开启这个睡眠模式 也就是这边这个选项 叫做就寝时开启 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一样呢 你在设定的时候 就可以去设定哪一些联络人 能够联络你 还有能够通知你的App 或者是完全不要有通知 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模式 就是健身模式 那健身模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带Apple Watch 然后你进入体能训练的时候 iPhone会自动进入体能训练的模式 然后一样呢 你可以去设定说谁能够联络你 还有哪些App能够通知你 另外如果你今天使用 Fitness Plus的话呢 也支援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专注模式最下面这边 有一栏选项 就是在所有装置上共享 今天如果你有非常多苹果的装置 像是iPad或是Mac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说这个专注模式 要不要在其他的装置上也启用 如果你不想要其他装置 也进入这个模式的话 你就把这个选项关起来 那全部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操作 就是今天在控制中心里面 把它打开 就会有不同的选项 然后你就可以去切换不同的模式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使用捷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捷径里面的自动化这个功能呢 其实这个功能跟刚才我们讲的 专注模式下的自动化是很像的 那我们今天先看一点点 捷径如何结合刚才我们讲的专注模式 因为它能够客制化的这个程度又更高了 我们先打开捷径 那你会看到这个所有捷径的画面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下面的自动化 在这边 自动化我们去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我们选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那你就发现这边有非常多的选项 包含像是我们刚才已经有看到过的 指定特定时间啊 或者是睡眠 以及你在抵达跟离开特定地点的时候 可以执行自动化 这边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你连接到 AirPods的时候它可以执行一些动作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像我刚才讲 它没有办法让你在AirPods断线的时候 去执行动作 所以只能做一半 那我们现在先示范这个AirPods的部分 假设我今天点进来之后呢 在装置这边我就去选我的AirPods 点进来 然后选你的AirPods 像是AirPods Pro 选完之后呢 点下一步 这边我们按加入动作 那加入动作这边 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画面跟我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现在是在iOS15的测试版 那大家很快也会变成这个画面了 那我们在上面的搜寻栏我们就打模式 打完模式之后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选项 叫做设定专注模式 我们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关闭 我们把它调整成开启 然后这边呢 勿扰模式你就可以进去选择 你想要开启的模式 那这边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今天当你iPhone侦测到AirPods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设定开启特定的模式 那同理可证呢 你也可以去设定其他的蓝牙装置 或者是我们刚才在捷径里面看到 任何自动化的选项都可以拿来连接 我们刚才说的专注模式 那我们现在先选一个放松 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示范 那除了可以自动开启专注模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去新增其他的动作 像是调低音量啊 或是开启Google map啊 或者是你今天有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脚本 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完成之后呢按下一步 然后再按完成 那你就会看到在自动化这边 这边就会多出刚才那个选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把刚才的专注模式 加到我们的主画面 那加入的方法呢 就是要透过捷径这边 我们先点到我的捷径 然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呢 我们按加入动作 一样呢 我们在搜寻栏这边搜寻专注 或者是你要搜寻模式也可以 然后你就看到这边有一个设定专注模式 这边呢 我们设定成开启 这边选开启 然后呢 勿扰模式你就进去选你想要的模式 例如说 我选一个工作好了 接着呢 我们到上面来设定一个名称 点这边 然后呢 这边的这个 icon 我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样子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接着呢 我们按一下 右上角的这个控制纽 里面有个选项叫做加入主画面 我们点进去 然后确认完这个图像跟名称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右上角的加入 它就会加入你的主画面了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看看 执行完毕之后呢 你看到控制中心 它已经切换到工作模式了 那刚才我们制作的这个按钮是开启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新增一个关闭的按钮的话呢 一样就是在捷径里面 然后新增一个新的捷径 就是你要把这个关起来 然后再新增一次 然后跟刚才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要把这个选项呢 前面的这个开启 改成关闭 然后一样新增到你的桌面上 就会有两个按钮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他们可以把这个功能 加到Wedge里面 因为要进到控制中心里面去按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直觉 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忘记说 你现在在哪一个模式 那你一定要把控制中心打开 你才能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模式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专注模式的讲解 那我自己个人在设定的时候 我比较担忧的就是我很害怕 有一些联络人我没有把它放进来 但是如果你又开放 每个人能够打给你的话 又失去它原本的意义 所以就会有一点两难 然后另外呢就是LINE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专注模式下去 设定说谁能够通知你 谁不行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非常依靠LINE的话呢 其实这个专注模式的帮助 并不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想要限制LINE特定的通知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进到LINE的选项里面去设定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或是想要学的iPhone iPad Apple Watch的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Pinco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